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珍珠姐姐的茶教室 今天大家看到姐姐穿着一身和服 就知道要来跟大家分享来自日本的高优质茶品 那讲到我们的抹茶 大家都想到的是京都的宇治抹茶 还有金刚抹茶等 那这一次呢我们HIT团队走访日本各大茶园 那找到了来自日本三重县伊士地区的高级抹茶产区 伊士茶它其实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那这个地方的产区的茶呢 专门产出具有甜味的高级绿茶 这一次我们HIT团队还特别邀请到我们 去日本最高殊荣天皇杯的 增田钢寺先生Masuda社長さん来帮我们做监制哦 那大家已经很好奇高级抹茶是如何生产制作的吧 现在我们就大家一起到现场去看制作流程 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茶园 就是伊士茶的高级绿茶产区哦 那我们在新芽冒出来之后呢 会对茶树进行黑网覆盖21天的工作 接下来才会进行采收哦 那在碾茶的生产过程呢 在茶叶进入茶厂之后 会对这些茶叶进行蒸汽的杀青 再帮叶子做吹散冷却的动作 最后进入碾茶炉干燥 才会产生出茅槽哦 大家以为只有这样吗 其实碾茶之后还会做精致哦 那碾茶在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台湾HIT公司 进口到台湾之后呢 HIT的品质研发团队 就会对它进行一个风味 及品质的检测处理 最后完成这样高优质的抹茶 欢迎大家来HIT做选购 让您轻松在家享受 这一期的检测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